威廉王子带来好消息 透露凯特一切都好 希望多一点私人空间 威廉王子已经恢复公路 访问纽卡斯尔的一个男性自杀预防慈善机构时 为我们透露出凯特的近况 表示一切都很好 治疗也很顺利 并且感谢大众的支持和鼓励 维尔市亲王献身詹姆斯广场中心 跟粉丝和民众友好互动 60岁的朱利凯恩发问 让威廉谈谈妻子的情况 给出的回答是 凯特的治疗进展顺利 复公只是个时间问题 让大家耐心等待即可 这段时间英国王室步入正轨 不光威廉王子忙碌起来 就连75岁的查尔斯也宣布复公 威廉参观了詹姆斯的纽卡斯尔广场 代表王室做慈善 并且还跟民众友好互动 凯特不愧是顶流中的顶流 一直备受大众的关注 任何的蛛丝马迹都能登上头条 以前威廉的回答总是地中就轻 现在却直接正面回答 表示凯特一切都好 等于给大众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即使威廉提供的信息很有限 我们也能感受到凯特压力山大 身心受创需要好好休息 健康和婚姻都亮起了红灯 幸好凯特有庞大的粉丝基础 支持他一步步走下去 现在是网络时代 凯特一家又是王室顶流 任何蛛丝马迹都会被无限放大 因此凯特不光要养病 还要照顾威廉是三宝 保护他们免遭网爆 凯特王妃作为英国最瞩目的女性之一 她的健康状况备受关注 英国王室也深知这一点 高调宣布患癌后 凯特再次挽起了消失 在短时间内不会再次出境 威廉杂志主编英格利德·苏厄德透露 上次母亲节发布的亲子照 让凯特备受打击 本来只是想简单编辑一下 没想到引发了众怒 民众纷纷认为是假照片 最终逼迫凯特不得不道歉 现在凯特对网络的态度彻底改变 以后也不会让三个孩子开通账号 目的是保护个人隐私 因此大家想知道凯特一家的情况 只能通过官方的途径 其实也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事实上从孩子们出生开始 凯特就用镜头记录他们的成长 但是因为一张编辑过的照片 让王室名誉扫地 就连凯特也感觉很委屈 因此今后发布新照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也许王室也怕引火烧身 因此今后王室成员们过生日 大概率只会发布单人照 路易刚刚过完生日 王室发布了一张未编辑的个人照片 夏洛特过生日估计也是值得太阳 按照凯特的预想 是想好好经营社交平台 跟英国年轻一代导好关系 但是现在看来 不光起不到任何效果 还会暴露隐私 甚至成为大家吃瓜的对象 这么做真是得不偿失 现在威廉成了家庭的画史人 如果这次言论属实 那么凯特的病情的确在好转 但是令人耐人寻味的是 为什么王室之前要频频发布假照片 宁愿当小丑也不想公布真相 无论如何威廉都做出了正面回应 信与不信全在网友自己 小编还是期待凯特早点好起来 在公务中绽放自己的光芒 人美心善的他配得上所有人的爱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